兔兔的哪些行为要制止 1.咬人 不管是什么原因 咬习惯了就不好了 一定要在一开始就按头制止 甚至关聋惩罚 兔兔知道错了就会表现得很心虚 即使吃东西都会小心翼翼 怕咬到人 2.老笼子 经常咬对牙不好 要及时制止啦 3.咬电线 带电不安全 要放在兔兔够不大的地方才好哦 4.起手 虽然只是小恋爱了 但行为还是要制止的 树立良好的上下级关系 兔兔才能幸福你哦 5.爬高 兔兔骨骼脆弱 高处摔落很危险 6.摔碗 尤其淘子碗 4.容易伤到兔兔 可以用这种固定的 7.死兔了 摔不到 哼